看到裂纹蛇胎后腻就去贱脾去尸 这就大错特错了 有很多人一看到裂纹蛇胎后腻 就想着要去贱脾去尸 要么就是话谈 这可就大错特错 这种蛇像根据贱脾去尸的方向去调理 怎么样都调不好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下面我们就根据这个患者来分析一下 他的主术就是阴郎潮湿 防湿不利 而且食欲差 稍微吃一点就肚胀 还有口干 痰多 胸闷 大便年总是昏昏沉沉 精神不振的情况 吃了快两个月的森林白猪伞都没有什么效果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的蛇像 裂纹他是从中间蔓延到蛇根 说明不但是脾须 而且是脾胜两须 舌胎黄厚腻 这说明弹湿湿热比较重 更重要的一点是 他舌头两边是骨胀的厉害 这说明干预气吃的情况比较明显 用贱脾的药没有效果 但是他确实又有脾虚的情况 这种情况就要考虑 可能是干气不输 一直在克制脾胃 再加上气吃阻碍 药效的吸收导致的 而且弹湿已经化热了 剩的运化能力也不足 多方面的阻碍 导致健脾要没有办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像这样的情况呢 问题比较多 必须首先要分清煮刺 最主要是先梳干 然后是健脾花痰清热 最后才去把身筋不足